你要不要處理消防火了 他有大便在顧一下 我知道啊 每天都跟他說 他又不包成了尿布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尊 我已經搬來台北差不多半年 很神奇的一件事是我到台北後 幾乎每天都會做夢 也不知道是床太軟還是水土不服 於是呢我就在上個月的時候 一十星期把我自己的夢境全部記錄下來 那我今天就來帶你們看看 我上個月到底都做了一些什麼夢 我要把我那天的夢畫成一張圖 來記錄下來 12月13號 睡覺是早上5點到下午1點 夢境是我在魔王底下工作 魔王的人手不夠 這個時候來了三隻熔人 一隻綠色 一隻白色 還有一隻我忘記是什麼顏色 然後我們場景是在一個酒吧裡面 而且那些蜥蜴人似乎是來吵載的 結果這時候白色的蜥蜴蜴人說 自己的工作不穩定 害他都吃不飽 然後綠色的那隻蜥蜴人就吐槽說 你肚子都已經夠大了 於是我就跟魔王提議說 把那三隻蜥蜴人 拿到我們的底下工作 魔王答應了 這就是我印象中的蜥蜴人 就是12月15 這段時間是早上3點到中午12點 這個夢我做得很長 非常長 那天各位提議說 全家要搬去台北開麵包車 背景是鐵軌 那天氣非常暗 很像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就是我就開一台 我很常開著車去載它 結果小玉卻突然提議說 要開另一台台白色的車去 我就跟他說 可是白色的車子壞掉 他就很堅持 所以我就把綠色的車停回去了 結果原本開著這綠色車子 突然一瞬間變成了機車 然後我繞了很久 我終於鑽到一個住宅區的小巷子裡面 早上有日本的那種連鎖式的停車場 結果我去把機車停在 停車場外面的一個轉角 那我找停車場幹嘛 可是因為那邊紅線危機 所以有一個顔目一直盯著我 感覺很像是我走的話 他就去舉發我 只是小玉他們已經先開了車去台北 然後我好像是要先回家拿著東西 我已經忘記了 可是我加遍了一個超級大的漆黑森餅 這一打開滿像五十里世界的鬼路的感覺 我突然想起了小玉他們的事情 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不過他們到台北了 結果他就回我說 爺爺把麵包車開到花蓮去了 突然掛掉手機後 看到我面前一個人 拿著手機在拍造假的靈異影片 左手拿著相機像這樣拍攝 然後右手拿著一個紅色的按鈕 按下去後 後面就彈起一個幽靈木牌 還裝作很恐怖的樣子 想要嚇死 可是旁邊甚至想說 哇靠這個太假了吧 怎麼騙得到人呢 但他主要拍臉很棒 因為可以騙過很多人 結果後面突然多一個冷擦 所以說這樣不行 通話是白色的 然後戴眼睛 感覺有一個很自由聲的感覺 他就走過來要幫他拍一支 非常正式的影片 結果拍到一半的時候 他突然說 這樣不行 他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一個刺管 一直在那邊挑來挑去的 又從口袋拿出一個香筆茶 然後對我們說 如果要讓血這樣濃稠的話 要把石墨加進去 就往地上去沾千里的痕跡 可是那地方明明就是森林啊 結果他插了兩次之後 要加入刺管的時候就醒來了 這就是那個幽靈的牌 然後那個人我一直長 沒有想說我 我一直以為他會蠻吵的 那個人大概一直長這樣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一直花三分鐘 12月16 睡覺時間是早上5點到下午2點 那時候我們在一個暗紅色的房間 很典雅的感覺 然後後面是紅磚牆 我夢到我正在對抗機器了 機器人的外型很像是R2D2 就是星星大戰裡面那隻 而且很大隻 數量非常多 大概有4公尺 超大隻的 結果我們一直殺一直殺 都殺不完 所以我就決定 駕駛歐瑞莎來對抗 雖然範力變強 但是歐瑞莎只有3公尺 在外型上還是矮R2D2一技 所以我就跟小鈺提起說 我們要把歐瑞莎趕來大隻一點 然後我就醒來了 那天我還提到一個說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夢 但我怎麼想都想不起來 就是說人一個晚上會做十幾個夢 但是 你會認為沒有做夢 只因為你記不起來 我不知道你們說記起來 12月18號 睡覺前天早上5點半到下午3點 那時候我們在城堡裡 結果有一個長得很帥的 要來殺死全部城裡面的人 我們怎麼殺都殺都殺 因為他形象太高了 有4700 結果時刻就說 不用擔心 然後就從城門裡面開一台 戰車出來 而且超高速 就像那個殺手撞過去 結果撞下去後就爆炸了 雖然戰車壞了 但他血量只剩100坪 然後我們就全滅了 所以我記得那個城堡非常豪華 而且還要掉橋 但我真的很掛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就像這樣 他真的從城門開一台戰車出來 還有第二個夢 我跟小鈺看的電影 排隊的那套超多 多到滿出人口 很像東電的電影院 很怪 結果我看到現場記者在訪問 一個男攝影師 還有一個女記者 我們在外面亂話要等買票的時候 看到運稅記 上面放台一台 DV 上面寫了TBS藍色十個大字 看起來像是剛的攝影師忘記帶走 我就跟小鈺說 那我們哪去拍給他們好了 但也想說 在回去之前 我先幫他拍幾個畫面好了 因為我的創作 覺得這會很燃燒了 也沒有 我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如果有心情重症 殺生這種事 不要做 因為你的影片只會被刪掉 而且別人會覺得也是屁孩 結果拍完後 我們就從放映鏡走出來 最重要的是 我們根本沒有看到影片 為什麼會從放映鏡裡面走出來 你就遇到 剛剛那個女主播 搬家或是你家 有沒有那種可以收納很多 那種透明白色的箱子 對 開始坐在那上面 在很豪華的電影院 的大器裡面 坐在白色的收納箱裡面 喝茶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們剛剛撿到DV啊 怎樣怎樣怎樣的 然後雙手低下頭 交給他 這樣子 然後跟我說謝謝 我記得那天電影院裡面 的確有榮柱 我印象很深刻 真的有榮柱 超怪 也像是那天做了第三個夢 那天我做了特別多夢 那那個夢是我決定說 我要做一款遊戲 很下定決心 場景是一個很像路易式的地方 很黑 然後四周都是隔音棉 所以房間很暗 我就請教教幫我 配影片的生意 那在裡面 我非常強烈的認為 那個是A片 可是我醒來後 回想那個畫面 好像就只是很多 穿泳裝的女生 但我在那個夢裡面 不知道什麼 很強烈的認為 這個東西非常的攝 結果這時候放火 我就跑來說 要看我做的遊戲 但是我電腦裡面 還在檢求 剛剛剪的那個A片 我就覺得這種東西 給你們看的話 太羞恥了 我就把它藏起來 結果他非常堅持 就把我這樣壓開 然後又去按我的空白鍵 我一直很擊掌他 就在後面小鈺 就在說 他遊戲我們做到一半 他做的遊戲很像是 Don't Stop Together 那種遊戲 我做的是很爛的 那種3D恐怖遊戲 很像是 Steam上面 你花那種 一兩美元 可以買到那種 垃圾恐怖遊戲 然後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做得這麼好 他跟我說 因為我的遊戲 其實是 blahblahblah 我明明是在做恐怖遊戲 但我的畫面 突然變成RPG 我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做 選項機制 就是說 你面前如果有小女孩 你要救還是不救 我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做這個 結果他沒有回答我 我們就夢醒了 然後只有 Steam的電腦上面有 麥克風 放了我那個頭髮 不是因為他是放了我 只是因為我對他頭髮 印象就是那樣子 也不是印象 反正未來後 他應該就不會變那樣子 不然他就變光頭了 以上就是我那一個禮拜 所記錄的夢境內容 每一個夢境 我私後在看 我都覺得很詭異 就是很ㄎ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幹嘛 這一個月內 我還會記錄 兩個印象非常深刻的夢 第一個夢好像是什麼 殺人魔跟 兩個婊子的故事 那個夢裡面充斥很多 暴力跟性的內容 結果夢盡的節奏 我會開著歐瑞莎在殺人 我現在認為 我會睡到一半夢裡去西部 然後還有一個夢 我印象很深刻 我夢到我跟一個 喜記回哨女 長很漂亮很可愛的 喜記回哨女 非常非常好 雖然我就說 讓她來我家住幾天好不好 結果兩天後她就不見了 不就好我就很緊張 然後一直要試圖找她 結果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我就跟小玉提議說 那我們去超能力協會 群結救助好了 然後我們就騎腳 就騎了整整一天 而且我們是騎在高速公路上面喔 哈哈哈哈 結果終於到超能力協會後 我就跟她說 他們一定會幫我們的 結果超能力協會就拒絕了 然後一個超肥的肥婆 就有一個大暴怒說 怎麼可以讓牧師這種情形呢 她那個很肥婆 很像是霍爾禮東城堡裡面那一個 對 那個夢很傷心 因為在那個夢中 我跟那個女生非常非常好 算我就是王八蛋 常夢到一些說 在夢中跟我們好著 夢醒了我還是會很難過 我很想要去尋找他們 因為我覺得 就算在現實中 我也認識這個人 感覺跟他相處好幾年的感覺 我實在無法 就這樣子 就是在夢中接受他的小事 謝謝你們啦 我只是很期待可以做一些射程的夢而已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都已經結束囉 如果你們喜歡的朋友 可以按右下角喜歡 小鈴鐺 不動動態可以點個左下角 訂閱追蹤運動 可以按下方的分享 和留言數據 用我 別忘了打開連結章 接收第一首的消息 那我可能還要訂閱 不斷專頁有第二頻道 我什麼時候 下方就能做 可以去訂閱追蹤 我是點個讚之類的 OK 各位觀眾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